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我現在在玩這個博德之門啊 哇真的是在放鬆的時候玩一下真的是蠻舒服的 那這一款遊戲的話呢 我覺得麻煩就是說你要一直存檔跟取檔 不過這也是單機遊戲的樂趣嘛 所以說呢我覺得電腦的效能不是很好的話呢 可能要稍微考慮一下 因為像我的電腦效能也沒有說非常好 讀取檔是大概是要20秒左右 有的時候會更長 所以說呢可能玩這款遊戲 所以四分之一的時間都在取檔 我覺得不誇張 那這是一個豺狼人的一個關卡 那其實他的這個遊戲啊 很多關卡你都可以不用正面硬剛喔 你可以用很多種方式 所以說這是博德之門系列的樂趣 然後呢營優斯人呢 在對話中呢也有很多的這個選項 可以你看那NPC在那邊抖 可以選 那另外這一關的話呢 如果說你從另外一條路繞過去的話呢 是可以跟這個豺狼人都君講話 然後他也會有一些選項 甚至他可以去幫你把那個怎麼講 敵人給幹掉 那但是我是這樣子走過來 那一開始還不是很好打 因為這兩個NPC其實蠻弱的 甚至有時候 戰鬥一開始的時候啊 對面射一個強酸劍 蹦一下 然後就死光光了 所以說呢這個地面上有很多這個什麼 煉金瓶子喔 那個最好是先把它 先把它撿走 不然的話呢 這個會引發那個連鎖反應喔 蹦蹦蹦喔 而且 我現在畫面中左邊拿弓箭的那一個啊 他的血才12點而已 但是 活下來也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這個特點而已 總而言之呢 就是 因為這類型的遊戲 就不知道說NPC之後還有沒有劇情 所以能夠活下來的話 我都會盡量讓所有的NPC活下來 盡量啦 那這一關的話呢 我覺得那個這個什麼 藍色有沒有看到 這個匕首之雲我覺得超好用的 他就是在一個範圍內 然後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所以說呢 只要想辦法讓敵人定在那個地方 又或者說他經過這一個匕首之雲的話呢 他都會受傷 所以我覺得這一招算是蠻方便的 那之後的話呢 可能會搭配像什麼閃電樹 閃電加水 那就會產生這個急暈啊 然後又放這個匕首之雲 他就會在你受傷喔 所以我大概是採用這樣的這個戰法 好 那現在可以看到齁 就是這一關的話 敵人還蠻多的 好 有沒有看到這隻狗狗走過來之後呢 他就被這個匕首齁 給砍到 好 那個NPC還在抖還在抖喔 呵呵 對 他還在抖 然後我會讓那個養雞妹齁 跑到前面來 那因為他比較坦得住 那他站在前面呢 也是為了擋住這一個 呃 這個豺狼人督軍的位置 那讓他可以比較容易 站在這一個匕首之雲裡面 可是我 我我我我我站的比較出來一點點 所以為了要讓他們活下來啊 我真的是重毒了不少次喔 但是掛掉也沒關係啦 因為這個遊戲的話 你只要掛掉後 趕快補血的話呢 又或是丟那個藥水給他 其實都可以馬上恢復喔 這樣就不會死亡了 死亡的話也沒關係啦 到營地的話呢 守墓人會幫你復活喔 好 敵人的血應該剩不多了 百分之百命中的魔法飛彈 一次可以射三顆 蹦蹦蹦 超方便 下一回合開始 他直接被那個地上的火給燒到 就結束了 好 那結束之後呢 跟他對話 他就是會告訴你說 他會去博德之門 然後他還有給你一個 算是蜜語 那但是呢 這可能是接下來的劇情吧 這邊我不知道說 到底救他有沒有用喔 因為 我從來好幾次 幾乎一開始 他們兩個都是直接被幹掉了 第一次終於是 救活他們了 好 然後這是營地 跟吸血鬼的對話 喔 他是想要吸我們的血 哇 這是有點 難以理解 好 但是沒關係齁 我總不能選說 現在就要把他殺掉吧 因為畢竟這裡是劇情的夥伴 但是你要殺掉他 絕對是可以啦 因為這個博德之門 真的是很自由 那我想說好吧 那就 好吧 那就讓他喝吧 對不對齁 夥伴之間的友好度也是很重要嘛 給你吸給你吸給你吸 啊 難上加難 難以理解 不過大家期待熊的那個片段 不是在這個地方啦 然後他中間他有很多的那個選項啊 他會告訴你說 到底要不要阻止他繼續吸 我這邊就選擇讓他繼續 不推開 其實博德之門 最有趣就是這個樣子 他很多選項你都會想要 然後就是存檔 然後再取檔再重看 然後我就讓他一直吸 一直吸一直吸一直吸 放鬆自我 順其自然 好 給你吸給你吸 啊 啊 去了 就是想看看說 讓他一直吸的劇情結果會怎麼樣 欸 解了一個成就 右下角 好 死定 啊 結果我就掛掉了耶 哇 直接把我吸死了 然後那個狗狗也跑過來了 好 浪費我一張這個回生素的卷軸 不過也因為這個關係 我現在才發現說 原來回生素是要這樣子 你要先選人 然後再選位置 我一開始想說怎麼不能復活 原來是你不能在這個 怎麼樣 有障礙物的地方 復活他 你要先點你要復活的那個人 然後再點一個空位 他就會在那個空位復活 好 那但是我跟他對話呢 好像 並沒有因為說他把我吸死 然後給我一些補償 因為有的時候你選一些 好像 好像是錯誤的選項 然後到最後面呢 反而會得到一些東西 所以這很難講 有的時候 覺得是說要使用一些什麼 什麼說服啊 欺瞞的一些骰骰子的動作 欸 結果呢 就是選最爛的那個 反而會獲得一些道具喔 所以這個都不一定 好 那這邊呢 欸 狗狗跑過來了 然後呢 我們施法 跟動物交談 就可以跟他講話 那這隻動物的話呢 是在之前會遇到他 他的主人死掉 但是他不知道他主人死掉 那你跟他聊一聊就是說 如果說你 你主人真的沒有起來的話 你可以來營地 這是 瘟疫的那個村莊 然後他的這個地下室呢 有一個小小的機關 只要放兩個人解除主隊 然後坐在這個地方 機關就解除了 可是如果說你沒有解除主隊的話呢 這個隊友會跟著你的跑 所以 所以你要先解除主隊 欸 這樣子呢 一定要把兩個人放在這個地方 把那個門又開起來了 大概是這個樣子 不過裡面也沒什麼東西啊 就是一些小東西啦 好 我們來看一下齁 銀優斯人的嘴怕齁 在這個地方 推啊 推啊 好 銀優斯人表演 我們能做到全力以赴 推啊 齁 表演專精魅力齁 加那麼多分 還有那個隱形的神導術 欸 銀優斯人就是這個樣子 欸 我們不用幫忙 純粹 純粹是在後面那邊放馬後號 沉浸式角色扮演齁 彈出了一個 莫名其妙的成就 喔 被激勵了齁 你達成一些特殊條件的話 還可以獲得一些 這什麼 XP是不是 這包是不是經驗值齁 所以也是蠻有趣的 那至於說這邊的話呢 我沒有打贏齁 但是呢 如果說齁 你先用這個說服判定過了之後呢 然後呢 欸 再 左上角再成功欺瞞的話呢 這場戰鬥就不用打 這場戰鬥我覺得蠻難的 齁 那 就是直接用嘴炮齁跳過去了 那這樣子跳過去這場戰鬥呢 其實也不會因為說少打這些角色 就沒有獲得經驗 還是可以獲得一堆的經驗 只是說敵人死掉了這個東西 可能就沒有拿到 齁 那但是沒關係齁 因為現在我 我現在這邊等級只有4而已 而且 那時候我還沒休息喔 好 所以說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戰鬥呢 你都可以用講話的跳過去 然後這邊有三隻食人魔 那跟他講話之後呢 他會到時候他會給你一個 呃 炮腳 然後到時候可以叫他們三個人過來喔 我現在是 呃 已經要玩到了哥布林 跟那個德魯伊大決戰的那個劇情 所以我想說到時候啊 是不是把這個 呃 怎麼講的 石人巨魔叫出來 然後看他們去吃哥布林 應該是蠻有趣的 但是 但是那個什麼 哥布林營地有一個黑暗卓爾 一個女精靈 那個 我不想把他殺掉 所以 還不知道欸 還不知道那個劇情到時候怎麼樣 好 所以這個博德之門真的是欲罷不能 他們每一個劇情啊 都有很多種判定 你幾乎都是 看到一個對話 就想存個檔 然後存檔之後呢 感覺上你好像選對了 可是你又想取檔看看說 選另外一個選項 他的結果是什麼樣子 那另外每一個NPC啊 他在後面啊 也會影響到之後的劇情 好像這個 這個是哥布林的女祭司 然後呢 你已經發現說 他要給你的這個藥水呢 是 是那個 昏睡藥水 那我原本是想 我原本是拒絕 然後試破之後 跟他打 但是呢 被誘拐之後呢 也不錯 因為被誘拐之後呢 就是你喝下昏睡之後 你被綁起來 但綁起來之後呢 好像 到了這個劇情 你還是可以獲得經驗值 同時你到了這個地方呢 你也可以齁 藉由破壞地上的這個 地板 然後暫時脫困 這邊也有東西 那另外這個時候呢 女祭司他就會 在這個小房間裡面 他就不會在外面 因為他在外面 你跟他開幹的時候呢 他會叫救兵 然後外面的人都會跟你打 所以你故意喝下昏睡藥水 進到這個房間之後呢 再來呢 從這個地方逃脫出去 不要開這邊的這個鐵門 不然的話呢 這個警衛會直接跟你打 所以說呢 我們先回來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地板給敲掉 敲掉 敲掉的時候呢 會到蜘蛛巢穴 甚至連蜘蛛都可以講話 然後就不用戰鬥了 那你走到蜘蛛巢穴之後呢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跟你的這個 隊友會合了 因為呢 這個蜘蛛巢穴呢 就已經走到哥布林 那個營地去了 那這個地方呢 你只要拉個控制桿 把那個門打開 這樣子隊友就會 就會 會合 會合之後呢 再回到剛剛那個女祭司的那個地方 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開打 這樣這個房間呢 這只有這個女祭司 跟這個大隻的食人魔 這樣就簡單多了齁 因為這只有兩隻角色 然後也不會外面跑過來 一堆有的沒有的那個人齁 那這一隻大隻的角色呢 還是老樣子齁 我還是喜歡用那個 呃 匕首之雲 在他那個位置使用 那因為呢 現在只有他一個角色 所以我們可以欺負他齁 因為匕首之雲呢 他就是在一個地方 一個定點的 然後不會動 所以說呢 我們只要想辦法 讓敵人卡在這個雲裡面就好 那像是這個 楊姬妹齁 戰士的技能 他可以把人家擊倒 或者是說像是 隱星的命運術 也可以讓人家這個趴倒 那這個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 控制住說 讓他那一回合定在那個地方 然後同時呢 又可以就是 受到這個匕首之雲的這個效果 來 我們用這一個齁 讓你擊倒 哎呀 倒伏 倒下來了 這個因為 他要爬起來嘛 一爬起來之後呢 馬上就會被那個匕首之雲給 給打到 好啦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